伯人传开播至今也有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了 动画故事也依然到来了剧场版昭示的最末尾阶段 最强的上一位忍者大神们都相应出场 对抗上了那几位拥具强大力量 就算是灰烈也都会忌惮三分的大统墓族人 最近更新的六十四集相信大伙也都看过了 在剧情的最后头逃逝将金氏变换成了查克拉果实 并吞噬进了自个儿的腹部当中 瞬时间开启了前所未有的金色轮回眼的能力 而那两位在正传最后堪称神异般存在的名人和左部 自然而然就成为了任其蹂躏的对象 按照剧情的发展 在第六十五集当中应当会看到伯人大显英斯的一幕 但这期内容诗不均无意去给你们剧透 可解读其中的精彩 诗不均打算在这一期里跳出原有故事的矿定 给大伙带来一集 足以让全部中国火影迷 乃至整个中国动漫界都热血沸腾的事情 第六十五集的伯人传将会经由中国创作者黄承熙负责 从上述的伯人传动画上映日程可以看到 7.12将会迎来一期的停播周 而紧接着的7月19日当天便会播放第六十五集的内容 注意红框处的标识分镜绘制 演出 作画监督 军医是由一位名叫黄承熙的创作人全权负责的 黄承熙何许人也 一位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的年轻小伙伴 出生大概就在90年前后吧 模糊的说 也算是一位90后了 于2012年正式进入日本的动画行业 并先后的参与过多部知名日本动画的原画创作 比如黑色蓝球 刀剑神语等等 下图便是刀剑剧场版即将于国内上映前 黄承熙在自家的社交账号场发布的一集内容 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位小伙子对动画创作的热震 以及对自身成就的自豪呢 当然 刀剑神语固然是一部不错的流量产品 但如果拿起与活影忍者相比的话 那还是会稍显逊色的 故此 当黄承熙能够主导上 这一部在国人记忆当中 存有着不可替代地位的动画的创作时 这位年轻有为的小伙伴 便也就再一次地展露了沾沾自喜的一面出来 绝对不能让你们失望 短短就各自的这么一句收尾短语 却能浓重地传递出这位小伙子的无比自信力 我们不妨一同期待一下 7月19日 国人传递65集的上映吧 看看届时是这部完全经由国人创作人负责的活影动画片 究竟能够给我们带来何等不一样的视觉呈现 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两件事哦 第一 这可是活影动画开播至今16年来 第一次经由中国人来导演的创作 第二 时下能够活跃在日本动漫创作界的中国人 仍然还是相当稀少的 而黄承熙在如此年少之际 就已然成为活影忍者主力创作者之一 除了这位小伙子的天分才能之外 或许影响占比更大的还得数着 第二次 下面便是黄岛于06年的时候 所创作性质之作 大概就是初中时候吧 也是石不军刚开始接触活影的时间 当然 分镜画面应当就是黄岛直接临摹的了 但成品的质量毋庸置疑 也可算得上是佳品呢 黄岛的人生履历 能够告知到我们什么启事 90后的这群小伙伴 石不军就不过多的说了 毕竟你们都基本出来社会工作了 但对于00后 甚至是10后的小孩子 你们真不必过分的纠结 自己在学业上的成绩 务须为了鱼鼠鹰的落败 而深觉自己在漫画创作上方的喜好 是一种不务正业的羞耻 千万千万不要放弃了自己的爱好了 尤其是在中国动漫产业 正在许许渐进崛起的这个时代 就更是如是 石不军是过来人 而我所处的石不次元工作时所见的情况 也足以说明这一切的 对漫画创作有所熟悉的小伙伴 中专大专毕业出来 拿个5000以上只是入门的薪酬 这绝对比所谓的大多数二本重本毕业 但却毫无梦想可言的高材生好太多了 坚持梦想不放弃 这在十多年前 或许还算是一具鸡汤式的饭剧 但在今天这一新时代 却已然成为了可宝贵的制胜秘密了